歡迎大家收看數學三分鐘 臨考試之前 都想和大家溫溫書 或者給大家提示 抽了一條 我們很多學校考試 甚至公開考試 都會很喜歡問的數 就是這條Quadratic Equation 二次方程 這條題目其實是2015年的34條 亦是適合中四的同學 去重溫一下 中文的題目就是 如果α和β 就是這條式的根 問你α二次加β二次究竟是什麼 如果有 背開這條式的同學 你都會知道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這條式 其實很快可以靜一次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二次呢 α加β二次 就等於α二次 加β二次 現在問就問這個 所以你就把這個 2α變成減就可以了 這裡呢 也都牽涉兩條式的 就是-b over a 和c over a α加β sum of words 2根之和 就是-b over a α乘β 2根之和 product of words c over a 然後呢 你就代回這條式 a是1 b是k 而c是-2 下回到這裏 就是-k over a 的二次 減2乘 呢 -2 over a 這個呢 -k乘-k 即是 正-k二次 -2乘-2 即是正四 所以答案呢 就是-b 希望這條數呢 就幫大家溫回 中四的概念 那這條難度呢 就不是說十分之高 而它 擺在公開試呢 最多人不懂就是-k 怎樣處理-k 因為通常給一個數字呢 你就很容易做到 但是給一個k呢 就很多人不懂的 在這個下方 也不懂得 對 也不懂得